一位上海的听友说 自从学了高校的音频课 他就知道了要在工作中刻意安排出时间 去做重要不紧急的事情 但是每次提前安排好的事项 都没办法落实执行 主要的原因是 他的顶头上司 总是让他帮忙做一些属于上司的重要又紧急的事情 导致他没办法去执行自己的重要不紧急的事 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帮上司救火 但他每天要做的事情不只是处理上司的问题 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 这让他感到非常的困扰 他请问我这种情况要怎么办 这位听友提的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会碰到 首先我还是要请你回去再仔细听一遍音频课的第五课 当中有讲到 我们要把每天的工作时间段 划分为高校时间段 一般时间段 再来是一个碎片时间段 我建议你先去尝试预先而良好的沟通 做个什么样的沟通呢 我的建议是 你在要去做一些最重要的事情之前 好比说假设每天早上九点半到十点半 这一个小时是你的高校时间段 你要在这一个小时专注做一些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事 你很怕这个时间段你的顶头上师又跑来找你 给你临时指派一些任务 这个时候你可以提前个十五分钟半个小时先去沟通一下 跟他讲说你在九点半到十点半之间你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你只要沟通清楚 通常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他就知道了 你可以跟他说如果这个时间段有非常紧急的事 还是可以来找你 如果不是非常紧急的 请他可以在十点半之后再来找你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专注用这一个小时 把你重要的事给办好 我建议各位听友都尝试这么做 如果你碰到这种类似的事情 我建议你找你的老板上司好好的坐下来谈一次 跟他讲为什么这么做 对你对公司对你的老板有什么样的好处 毕竟你要做好这件事情 也是对你的老板会有帮助 对公司有帮助的 对不对 何况一天工作八个小时 你只是拿其中一到两个小时出来 让你能够在高校时间段做这些最重要的事 而且这些事很大的可能都是跟你老板直接关联的 所以如果你预先跟他好好的沟通 通常做老板的听了都会很高兴说 好那太棒了 这段时间你就去把之前交代你的那件事好好去做好 我不会来烦你 所以最关键的就是预先沟通 当然还有种可能 你还可以跟你的老板说 你把一天分成了高校时间段 一般时间段 碎片时间段 每个时间段你会怎么去做 或许你老板听了之后 觉得你这个方法挺好的 他也可以用 那就太棒了 好比说你的高校工作时间段 也刚好是他的高校工作时间段 他可以专注他的一些重要的事 这样的话 大家都用这种模式 工作起来配合度会高很多 这个效果其实蛮好的 我以前在不同的企业 也辅导过不同的学员 在他们的公司里面 这种方式推行之后 大家都改成这种工作模式 效果都是很明显而直接的 所以我蛮推荐你去试试看的 当然如果你跟你的顶头上司沟通了 他还是不太明白这个背后的原因 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做呢 我建议你请他来听听看我的音频课 请他从头开始听 他就会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了 到时候你们这个团队 大家都同一个频率 同一种高校的模式 也就不需要去特别解说了 工作的顺畅度也会提高很多 所以可以试试看 再来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 就是万一你沟通了 不管怎么说 你的顶头上司还是不愿意配合 这个时候我要请你想想看 你可以怎么办 你还可以做些什么 在这里我跟各位分享一个原则 就是其实我有很多的解决方案 但我不直接告诉你 好比说如果你的属下 跑来找你问问题 你知道该怎么做 通常你会怎么反应 你就直接告诉他怎么做了 对不对 我教你一个方法 其实这个时候 你最好是先反问他 请他想想看 还有什么样的方案 什么做法 这样的话可以刺激你的团队伙伴 让他们也去思考 来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不是把所有问题 都丢给你来解决 这样的话 如果团队伙伴 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提升了 对大家都有好处 所以同样的原理 我要请这位听友 你也想想看 如果说你跟你的老板沟通了 他不愿意配合 你还有什么方案 请你想想看 用力想 想了以后 你可以再来跟我们分享 你的想法 在这里就算抛砖引玉吧 我先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好比说 如果你跟你的老板沟通了 他都不愿意配合 在工作时间 他就是会想到什么 就跑来把紧急的事丢给你 要你去做 怎么办呢 有一种变通的方案 你老板每天 总是会有些时间段 是在忙他自己的事情 是他没有时间来找你的 好比说他外出了 他要开个会 这个会可能会持续一个小时 那你就可以专门挑这个时间段 来作为你的高效时间段 去专注做你最重要的一些事 这样就不太会被他打扰 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当然你还要去多想几种方案 懂了吗